有的時候雖然沒有地方去 還是稍微打扮一下 讓自己心情好 我其實沒有在收集什麼化妝品啊 那種眼膩之類的東西 很多女生都喜歡收集眼影 我也曾經有一陣子很喜歡收集眼影 但是我的摯愛是收集耳環 然後我喜歡收集特別的耳環 像這個耳環 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球目的硬幣 鑽洞成為耳環 硬幣的後面是 美洲牛 就是Buffalo 這部耳環是我大學實習 去Oklahoma州的時候 因為我是在一個印第安人的醫院實習 然後常常會參加印第安人的活動 然後就有點像園園會一樣 他們如果辦活動就會有很多小攤販 然後特別去買的這個耳環 其實我今天整合睡睡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一起開箱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買了一些什麼東西 因為這樣子開箱比較有趣 第一個東西呢 就是 這是 牙線 我為什麼有買這個牙線 就是 因為我兩個禮拜前去看牙科 然後呢 他說牙齒都很漂亮 然後都沒有 都沒有蛀牙所以很好 但是我就問那個醫生說 我覺得我每次在 那個 用牙線的時候 就要用很久 他弄下去 然後要左右左右用的時候 就覺得 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他就跟我建議 去買這個牌子的牙線 叫做 Coco Floss 味道非常的香 極度的薄荷 但是呢 他的主要賣點就是 他除了是很香以外 他上面有椰子油 所以呢 很滑順 然後不會 味道很好 哦 真的很香耶 而且呢 他的餡 是比較粗的 然後外面有一層辣 所以呢 那個醫生啊 他說的 我還沒試用過 他說你用下去以後 直接拔起來 全部上 牙齒那些噁心的東西 都會黏在牙線上 然後一次就可以把它 全部弄清乾淨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來試試看吧 再來我買的這 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是 同一個地方買的 我是去 American Eagle買的 我這次買他們的東西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想要 一件白色的運動內衣 然後你如果要免運費的話 你一定要買超過一定的價錢 他才會免費運給你 然後我們家旁邊 有一間 American Eagle的店 所以呢 我如果不想要 就是我先試穿以後 不喜歡的話 我就可以免費直接 還到店裡 這個箱子裡面呢 買了這麼多 為了就是要免運費 首先呢 第一件是一個 白色的運動內衣 我純粹就是想要 一件白色的運動內衣 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想要 我看我不要一一秀給大家 我就直接穿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再決定 到底要留哪些衣服 Alright 第一件要跟大家 秀給大家看的是 這一條 運動短褲 因為我看到它 這個腰身這邊是 三角形的 而且呢 它這邊有一點點小交叉的細節 我就覺得我從來沒有看過一件 運動短褲是長這個樣子的 所以就很想要試試看 現在大家都流行這種 bike shorts的長度 所以呢 褲管就會比較長一點點 不是那種超級短的熱褲 這條褲子很軟很舒服耶 不比我們那個 不比我超愛的品牌 Lululemon還差 跨下這邊 也不會有太多那種 駱駝的形狀 側邊看 沒有太不像Lululemon 有那種提臀的效果 腰圍這邊三角形 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看 當然不是說難看 但是就是 比我想像中好像 沒有那麼的完美 我呢 還買了幾條 不是運動的短褲 我買了一些就是 休閒短褲 這條短褲呢 完全是透明的 我在網路上看的時候 以為它是 就是適合休閒出去 穿出去 可是你看 它這裡完全沒有一個內層 所以呢說 它的褲子有這種花紋 但是你完全可以看到 我大腿的肉 最後一條休閒短褲 就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純粹就是一個 咖啡色休閒短褲 這還蠻軟蠻舒服的 而且呢 夏天 穿這種褲子很薄 很涼快 就不會很多屁股汗 接下來我們試試看 它的運動內衣 這就是一件 seamless white sports bra 背後就是交叉 然後前面有的是我喜歡的三角形 可是你看 我的胸 胸罩 裡面的這一塊墊子 根本就是 突兀啊 一整個超級明顯 這個白色非常的透明 所以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到 這個 胸罩的地方 但是我是蠻喜歡 它這樣子seamless 服貼在我的肌膚上 不會這樣子下凹下去 but I don't I'm not going to keep this 這實在是太透明了 他們家的白色運動內衣 我買了兩件 這件裡面是沒有胸罩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 胸墊啦 不是胸罩 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們買這種運動內衣 會喜歡把胸墊把它拿出來 可是呢我是比較容易激凸的人 就算我不冷也會激凸 所以呢我是通常是必須要有墊胸墊的 這一個運動內衣是沒有胸墊的 後面交叉設計 我還蠻喜歡 但是前面 前面 不好意思 讓大家看到我的激凸 接下來幾件衣服 就不是跟運動有關的 我買了一件 吊嘎 然後前面是有一些 扣子的 我覺得呢我的身型 穿扣子 我覺得還蠻好看 因為我胸部不是說很大 所以前面如果有扣子 沒有扣到最上面 也不會就是那種 乳勾外線 我這人還是算是有一點點小小傳統的啦 所以不是很喜歡秀太多的乳勾 但是呢加上一點點的小設計 有這種扣子的話呢 就是你知道 有一點若隱若現 但是又不至於太現 I like it 我喜歡這件吊嘎 它非常的軟非常的舒服 而且很薄 所以很適合夏天穿 然後它的顏色又是有一種 舊舊的感覺 不是說一整片都是很很飽和的顏色 它有一些感覺就是比較掉色的地方 我喜歡 這件我喜歡 但是我有買另外一個 跟這個完全一模一樣的 吊嘎 是咖啡色的 我秀給大家看 好吧不是一模一樣啦 它的 它的材質比較不一樣 剛剛那個衣服是比較平滑的 這一件吊嘎的材質 是比較是Waffle的 所以它除了一直線以外 它還有橫的 一樣它也是前面有扣子 Cute Cute Yeah 夏天有吊嘎可以穿了 我是不是也兩件都留下來 我覺得可以耶 接下來幾件也是上衣 這一件 喔Cute 這個比我在網路上看的相片還可愛很多 What do you think Is that cute Is that cute Is that cute I really like it a lot 有一點透明 然後它這個是短板的 所以可以穿這種高腰的運動褲 配上這件上衣 接下來是兩件sweatshirt 就是那種厚厚的長袖sweatshirt 這件衣服就真的是比較是厚的 適合冬天穿 而且現在大家不是都流行那種穿這種緊身的運動褲 加上這種超級大的上衣 有這種athleisure的style Oh my goodness I am so damn cute Oh Hey girl Hey Hey Oh hi I really like it 我老公常說我是世界上最有自信的人 自己喜歡站在鏡子面前欣賞自己長的樣子 Oh 裡面非常的軟 Oh OK I am so athleisure I am so cute I love it 這怎麼那麼可愛啊 我喜歡 我喜歡 我非常喜歡 特別是你能夠把手臂放在長袖裡面 然後這樣子 就有一種很cozy的感覺 Oh my gosh 而且配上這個緊身短褲真的是好看耶 不然冬天就算不是配上緊身短褲也可以配上那個緊身的運動長褲 瑜伽褲 OK 這就是我買的洋裝 Well 好 嗯 看到這些洋裝想要買它的原因是因為它裡面呢是有一個連身的短褲 而且這個短褲還加上一個口袋 所以呢你可以把手機藏在你的裙子底下 這種連身的裙子呢 就是在走路啊跑步的時候你就不用擔心說跑啊 跑跑跑它就會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加上一個裡面的褲子就不會有那種困擾 它的背部呢也是蠻性感蠻好看的 我也喜歡它這樣子背部交叉 前面呢就是我的問題所在 可能是我胸部太小還是說我胸部太大 有種可以把腹乳擠出來的這種樣子 而且它這個有一點縮高又不高 縮低又不低 如果它能夠向下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會好看一點點 可是呢它又卡在這邊 然後這塊布料有一點不是很補貼 我去問一下我老公 這不是我的最愛 這也會很補貼 對 但是背部很可愛吧 我看起來都不錯 我想要給你兩隻褲子 第一隻褲子 你覺得褲子 是褲子嗎 是褲子嗎 是褲子 是褲子 我還有另一隻褲子 它是不同的色 好 嗯 你不能有兩隻褲子 我可以 沒有 但他們很可愛 你還有這個顏色 你還有其他褲子 你還有其他褲子 你對 OK 搞了半天 我決定唯一要留下來就是這件粉紅色上衣 跟這兩件掉嘎 至於這件運動的腳踏車褲 我覺得我就不想要留了 因為它比起來還是沒有Lululemon的材質那麼的好 而且它這個三角形的設計 就是動不動動不動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會在這邊get著幾萬 然後就要不斷的把它向上拉起來 就覺得好像也沒有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好看 所以 I'm gonna get some Lululemon 至於這牙線 讓我們來試試看 我來當眾 和大家一起 剃牙 啊 嗯 嗯 嗯 很美味 很美味 我都會吃